有幾個負擔能力、承受力 一個人有幾個例子 我現在大多人多的 大多人多現在 你講一個地方 我給你分析一下好不好 我給你取個 其實你剛才幾個 留了我去年在明明沙港 一來就等到你買堂子 給你幾個例子 因為我一樣 因為還在學校 我看那個聯拉堂中是 94年 剛來就是第一小堂 它是二十三堂 二十三堂 它是在Jong Fred的旁邊 我七年買的時候 是五十一堂 應該現在長到六堂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因為 它正常跟堂子一樣 那是一個體育牌 所以它長得足夠相等 我覺得它就可以了 它還是不錯的 正好它可以照顧全氣球 反正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意義 那比如說現在幾個例子 比如我現在講哪幾個卡的 那麼 你們幾個 因為離國家很近 就是幾個 square one的例子 OK 這個其實 每個人買東西 都有自己個人的感情 個人的需要 首先 如果你是一個生意人 一定要自己放下來 沒錯 這是一段投資的 跟你講一個例子 我在前一段投資的時候 就是投資 OLED的時候 建築商 到了賣的最後 一樓全部都是集賣 就是說一批貨全部賣掉 當時呢 我們就全部拿掉 整個一樓樓下 一層全部拿掉 它在賣的幾年都是二十萬 十九萬左右 賣不掉 十八萬左右也賣不掉 後來就停在那個價位了 給我們十六萬七千五百塊一樓 平均價全部拿掉 那我就拿給一個投資客 我就給他一樓 我說這一樓你信我了 收租保證沒問題 就在Supway門口 租給留學生就夠了 什麼都不要做 回報非常好 他當時都簽了 給了Bandruff 他就問了一個A級的經驗 A級當然就互相買不到 生意那就打死他了 不真了 那個不好 他本人也不喜歡 有一個原因就是什麼 正好就在那個走廊裡 錯住對門電梯門口 他那個Personal的這個非領域 這就是想解釋給你 他當時一看 他說 我在這邊別人上電梯 都看到我家的門 我覺得風水不夠好 我覺得 人家走來走就會吵到我 我就說你到底要不要 他說 考慮一下 還是有點不想要 我也知道他不想要 支掉給你 沒事了 我走了 告訴另外一個是投資客 這個計客 他一看完這個資料 一看 OK 簽了合約錢 就拿給我了 交接了 這個就做成了 到了兩年之後 那個時候我就想開公司了 你剛好那個後院的 正對Fint subway 後門可以自己 自己的private 我就跟那個投資客講 每個月租1350 一房價貸 16萬幾買下來 我跟他講 你多少錢可以賣 他說 我19萬五少一分我不賣 剛剛兩年 我說行 我就給你19萬五 賣多少 我這一講 他說我不賣了 他不賣了 後來我就告訴我那個朋友 我說 這房子本來是給你的 我現在給他19萬五買回來 我想開公司 做office 簡單嘛 他不賣 他當時就後悔了 他說 我不應該問那個A0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在子房上 我說 那個是你家住啊 還是你拿來幹什麼 還是在那開什麼算命 算命的地方 不夠風水啊 人家買下來 住出去 1350 三年 兩年之後 又賺了好幾萬 你說這是要風水不好嗎 不好人家 我還要買回來 我當時沒有這個想法 沒有買 如果我當時有錢 有這個想法 我就買下來 16萬就買下來 到現在 不要說16萬 一房加蛋在那裡 26萬 才幾年 我是四年多 五年不到 26萬的法庭 我還不是這樣 講低了 這就是你講的 好不好 不要因為你的感受 我要住在這裡 哎呀 這個風水向西裡不好 向東裡不好 好不好 最好是在它的價錢 產品 location 好不好 如果價錢很低 產品又非常的好 location又非常的好 不需要這個personal feeling 放進去 你就是叫你算命大師來看好了之後 最後房價賬了 就像有一個算命大師 那邊有一個王女 以前有一個香港的算命大師 就在這裡 叫什麼姓黃呢 在這裡 開餐廳 說 要趴下了 十年前 他走了 見人說買納爾瑟克 他就打毒針 就說納爾瑟克沒有發展潛力 好 現在你看納爾瑟克發展到像一個 多倫多 除了 當趟多倫多 就是納爾瑟克的 還要拿來一件更好 更自賢 沒有了 暫時來講 他說北邊好 他已經上北邊 自己都消失了 開個餐廳搬到北邊 別人去吃了 他就在那邊好 每個人都在那邊看 對這個未來的那個 這個knowledge 也是自己的 vision也是自己的 別人只能給你一個參考 這完全不一樣 這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做很多補充 這個跟這個其實有 很接近 大乳小藝 換湯不換藥 藥是一樣的 Systems是一樣的 這個產品不一樣的 對 我講幾個跟你一樣 原來 你知道美國人賣一個 香菸的一個公司 叫Face Morris 他們出來一堆光絲 然後我們在這 這個補充很便宜 因為很多這種painting 這個奧秀 把我當在這補充 那他的補充 這補充很便宜 這補充很便宜 而一個朋友呢 他 比較摸 說我從來都買 賣香菸的這個母哥 他在跟你說的一樣 他把他個人的 你喜歡不喜歡 犯了這個投資的 自然他這個 很大的投資 因為他的領域點 很高 所以我可以同意你的 這個招法 因為自己住 對 自己就是團員同意 做投資 你應該以投資的角度 來看問題 對 如果你要是個人住 你就怎麼講 哪怕是一個樹枝 衝到你家的窗簾上 你都可以不買 沒關係 但是你在投資的角度 這是另外一個 普通的different area 所以 那我講 我問你一下 剛才你正好說到這點 就是 你們 就是有做這種 基本的意思 你們把這個 譬如說 一堆的 這個 有點像這個 團購 團購 我們的特色就是團購 我們一來就把你做 好 然後 把這個團購出來的 就分給 投資客 沒錯 可以把你拿進去 對啊 那現在這個機會 還挺多的 暫時來講 機會不是很多 我可以講 如果買市場價 今天買 明年買 去年買 都可以有 隨時都可以買到 但是 到 一定的時間 會有一個機會 也許哪一個 種種因素 也許建築商 需要資金流動 或者需要 有一定的政府的標明 銀行的標明 出來 突然間會給我們 一個銀行的discount 這個時候 我們進去 一次性就賺錢 如果你說是機會 每一天都有這個 不叫的機會 機會是偶爾的 在不在你準備好的過程中 尋找 這就是說 我覺得做房地產 我總結了一句話 Vision and Paying 你有這個Vision 都把市場都看好了 或者未來都看好了 那你就要有Paying 等機會 到時候抓著咔嚓 沒事了 你就回去度假也好 回去做工也好 回去怎麼都好 留我好 但是 到機會來的時候 你在那邊思考 就已經沒你的份了 但是 你問那個機會 應該有 但是不是說 我沒有計劃性 沒有計劃性 可能會隨時會出現 也許很久都不出現 都有可能 這是我從我做這麼多年來 這個Tur Over裡發覺到 這種機會 因為好多種因素促成它 一次性就爆發了 對 不是天天都有這種機會 這是真的 那再問一個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那個 因為我到Miles 下面 你們那個房地產 沒有很多的市場面看 對 因為我事實上 想買這個看的 因為我 就整經的房價太貴了 那整經有幾個房子 我叫賣掉 那就是 查了查 這裡的房子 郭倫多的房子 剛剛說 給你一個福 兩天 說到這些 比如說 斯多尾瓦那邊 那就是說 他的房價 跟他的基金比起來 還算 比起當他來講 是更危險的 對 對 你要出本 25到30 女士們 我去年 買了一個康瓦 是蠻卡瓦的 今年就 有點 卡瓦不到了 你要金融買 就卡瓦不到了 對吧 然後當然這邊 提起那個Gestor One 房子變成房價 不是年齡 沒錯 就變高了 所以說 事實上 從投資者跟你說 有類似客的 你等到房價 往上漲 對 你要往下跌 你就等於賠錢了 所以 所以我想看看 你的這個看法 我的看法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投資 房地產 人士 Square One的地段 他缺少了很多東西 當他沒有 當他有 他沒有 至少這個周邊設施 Square One 缺少 跟他這個起步價位 Square One 缺少 還有收入群體的 這個承受力 Square One 缺少 地理位置 也缺少 你覺得應該買哪個 來自承受到 這個承受到 跟階老了 在搞什麼 你能看到 這個承受吧